老师,你读过四大名著吗? 你读过吗?你把妈字去掉 老师不但读过,老师还能倒背如流 滚瓜烂熟,了然于心 我现在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四大名著 大家听一听是不是这么回事 三国是羊谋,红楼是秦谋 随虎是阴谋,西游是人谋 三国写官,红楼写人 随虎写道,西游写妖 三国是军师救我 红楼是妹妹救我 随虎是哥哥救我 西游是猴哥救我 三国是正死,红楼是家死 随虎是野死,西游是妖死 三国写了一次变革 红楼写了一次恋爱 随虎写了一次冲斗 西游写了一次旅游 三国是斗智斗勇 红楼是怀金道玉 随虎是官兵民凡 西游是光怪陆离 三国全是人 红楼大部分都是女人 随虎大部分都是男人 西游大部分都不是人 怎么样 总结的还算到位吧 老师俗读四大名租 现在给你们一次提问的机会 我给你们一一解答 老师 唐宋取金 一个月取一次吗 你以为取了什么金 还一个月取一次 土大郎卖吹饼 晚上也出摊吗 他家里有个这么漂亮的媳妇 白天都看不住 这晚上他敢出去吗 老师 贾宝月嫩开运 是和田运还是缅甸运呢 如果那两届东风 这个是东风日产 还是东风本田呢 这个 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 穿多大把的鞋呢 还有什么 你这都是什么问题啊 这问题谁能回答上来 我想知道 武松打苦前喝的酒 是酱香型的还是浓香型的 小河南 你就知道吃吃喝喝 老师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唐僧得了痴疮 来你恰好是主刀医生 那么切掉了那块肉 老师 你会选择长生不老吗 小董 你算你熊吧 你这是什么问题 你会到后面站着去 同学们 你看看你们 看的都是什么呀 Gavin的问题 是一个都没有问 看四大民族之前 一定要先梳理清楚 人物关系和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样读起来 相对就容易很多 这里刚好有一套 你们都能看得懂的四大民族 内容很丰富 整套书采用彩色印刷 含有大量的精美插图 每个故事前都有名词导读 可引导孩子去阅读 书中有名词点拨 日积月累 可以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 大字注音 可以提升阅读质量 每个故事的结尾 还有阅读鉴赏 让孩子明白 做人做事的原则和底线 满满的仪式感 家长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记错 四大民族里的人物和事件了 好